近几年 台湾积极推动在宅医疗 居家医疗 而居家护理师正式回应高龄化社会 及民众选择在宅接受医护照顾时 关键的要角 108年成立的台湾居家护理剂服务协会 目前有724家的居家护理所 其中有超过一半 有404家属于独立型的居护所 他们选择了一条比较艰苦的路 不只得跑偏乡照顾重症罕见病患 还必须24小时随时待命 但现行制度与规定 不管访试次数与时间 或在宅住院护理人次与访试费用的给付 都有许多限制 申报之后不是面临被和山 就是常常做白工 他们的挑战与困境在哪里 记者李琼岳 袁洪书的采访报道 声音是对啦 你看周弹拍弹 它可以不用住院耶 你看声音完全就没有了 我今天就教妈妈说你不用听了 你用摸的 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弹在呼吸道这样 一进一出那种震动感 我说你就要抽弹 我们现在所有的专业都应该要转念 我们用专业的起伏 专业的教育 然后来教病人 他自我照顾的情况之下 他才能够生活的品质才会好 但以我们的个案就是 自同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可以让他们也相信我 实际上很多病人 他重症他其实不是你外在看得到这些 他可能需要打针 他需要做细菌培养 抽血 需要打点滴 那这些都是在救治里面 没有被列进去的 有时候就是都会面临这种 做白工的情形 因为你要一释放太快的时候 水泡就会产出来 我们在教的不只是伤口 而是教他如何跟泡泡笼 形成朋友 怎么帮他当成关系 他们的关系来建立 比他换伤口的技能来的重要 居家护理是一个很艰苦的路 但是我们都愿意做 这针对今天个案可能会需要的 我就会特别再带一些 仿式个案所需要的东西 我的鼻胃管啊 这些抽层管啊 尿管啊 我都会有UV几个 因为这偏箱的话 我车上没有准备 我那边偏箱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 被塞得满满的后车厢 是绣花的行动库房 备好备满用品之后出发 第一个仿式个案 是97岁的赵石彩云阿嬷 我看你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你要去检查吗 没有 没有 我想帮他挖大便 你让我看着眼睛 我大部分都会先稍微看一下 他身体的状况 他本来在去年之前 是都没有管路的 那因着他自己越来越瘦嘛 因为失智到后面 就已经开始吞颜障碍 那就开始放鼻胃管 然后让他的营养开始慢慢地建立 他们有时候要大量换尿布这件事情 经济压力很重 伤口真的是变比较大一点点 我看一下 他排便不好 所以他的腹部的部分 我可能就要加强他腹部的评估 肚子很硬耶 肚子大便很多 那 咕咕咕咕咕咕 我先帮他做腹部按摩一下好了 你看这个 可能里面都塞住了 这个个案属于老老照顾 秀花今天来做伤口护理跟卫教指导 从外面回来的庆宗阿公77岁 他是造实彩云的女婿 目前也在洗肾 一起帮忙照顾叶母 我们没有了他会补助会干什么 什么医疗方面他都做得很好 什么都改善 对我们的贡献 一切服务都很好 护理师居家访试 依规定一个月只能申报两次 秀花平均一个月会跑来四五趟 不只照顾个案 也关心照顾阿嬷家人的身体状况 其实阿玛雅今天去 我没有刷检保卡 有的限制就觉得 你应该七天去一次 可是我觉得病人怎么可能是七天刚好 生病呢 夫他接了他 他就是我像家人的一样的关系 不是那种利益上 或者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赚钱 我才能去那里 秀花的居户所服务的范围 从和平到最远的玉里 以照顾偏乡部落为主 150个个案中 有不少属于罕见疾病个案 居户所照顾凯文泡泡龙先生 已经是年多 针菜的时候 像这边我就会稍微 让他的血流稍微顺 顺 因为你要一次放太快的时候 他的那个水泡就会产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放的时候 那要返回了 对 像这个位置来讲 你这个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的距离 那个水压是不一样 可以放吗 你看他现在开始就开始回虫了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我们只要放掉的时候 他开始就会痒了 他最近膝盖这里比较好一点 跟他出咽之后有好很多了 我很怕他在注意 有时候我们过度摩擦的时候 我跟你讲 下次他那个地方就缺水泡了 不洗不是洗的时候 他又跟 因为洗部也洗太久了 他最怕我们在弄他的背 他会对一些药物 会产生一些抗药性 那种伤口会比较难好 所以那个部分 我们都会用一些比较抗营的那种抗生素 去治疗 比较有效 我说真的 谁看到你都会开始都很害怕 他不是怕是因为 你在这里面前面做 大家是怕把你弄痛 不是说他们怕你 回去大家都在想说 你怎么过日子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过 他们在想说他有没有办法照顾你 拆弹崩其实也是我后面发现的 一个技巧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放太快 他那个充血就会快 凯文是禅光育幼院照顾长大的孩子 成年后住在新城村 居服员得名周一至周五来帮他洗澡 护理师雅慧今天第一次来接触凯文 他是泡泡笼专案的专责护理师 周六日由他来帮忙护理 秀华今天来评估居服员的洗澡状况 并提供伤口护理指导 它会剩血是正常的 正常 正常 因为它以前就是粘木 粘木 它会剩血 它只把它部分就是清洗一下 它把一些皮屑弄掉 分泌物把它弄掉 然后重新把它擦洗 好像有比较好的这个伤口 会干吗这里 因为有分泌用户 其实坦白讲 泡泡笼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工作这么久 也从来没有照顾过泡泡笼的个案 全国也不过一百多个个案 在接他的时候 你说恐惧吗 其实没有想到恐惧 我只是想到觉得 我不去看他 谁要看他 有破皮的地方在上药膏就好 其他地方其实就没有 但是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伤口 小者还是有 我会问他会不会痒 有时候是这些皮在做罐 所以我就在把那个皮 很破的皮 因为它很紧啊 表皮就会痒了 洗完在灯里 你看 有没有很美 嗯 真的 对啊 疼痛对凯文来说还可以冷受 养比较没有办法 房间里备有简易的 炉具跟锅具可以治理 他最想做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如果身体没有这样的话 应该会去当厨师吧 对吃比较有兴趣 光换他一个伤口 我就要花掉我至少三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 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今天是我们人很多 好 好 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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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医生来看你 他知道 他在笑 他在笑 他真的认得我吗 我都怀疑了 他知道啦 你救他啊 我都知道 好 好 今天要做比较多治疗 还是要看一跳 住在南澳乡的个案 除了中风也是肺癌的患者 身上还有鼻尾管尿管跟压疮的问题 属于重症医疗照顾 照顾得很好 谁说嘛 他打一通 电话过去 他真的是很好 热心 今天的话 因为有时候 做了比较多的重症护理啦 所以可能会排比较多的人 像我们一般的 我们叫做常规的访试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会带一个护理师 如果要做比较多治疗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叫青创 输学或打针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两个护理师出动 如果我两周来一次 大概我都要看七个 那是有尿管的 我们一般说 鼻尾管尿管 然后还有压疮伤口 这个部分大概是传统的 救治的护理疾腹 就不在传统的 它的那个条例的里面 像这种新制 譬如说你打点滴 或是抽血 那个都大部分 几乎大部分的一次都做不来的 而且那个是非常重技术的一个工作 请问今天我来的三位护理师 那可以几乎几位 一位而已啦 你用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他的几乎额度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急重症的话 这样子人力比例下来 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有时候 可是一个人真的会做不来 陈营造的护理师团队 不是待过急诊室 就是外科跟安宁病房 阵容非常坚强 照顾不少在宅住院类型的个案 包括为病患输血 我知道陈营造医师那边 做的输血做的蛮多的 我有帮他们问过 他们光一个输血 大概花掉五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我刚讲输血 他现在没有血嘛 那我也许就是说把输血这个处置 是在家里面就可以执行的 医师有开处方 然后我护理师也可以去执行这一项 那你就把输血这一项 放在我的居家护理疾护的 看是第四类还是第三类 居诊计划刚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只有列说 让医师去做药物整合而已 上面是说不能够去执行手术这些的 那这次我们是有跟他争取说 因为其实这个手术在家里 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有执行 现在健保医局也考虑要列入正向表列了 如何因应在宅住院不理访试费的困境协调会 年初由立委吴玉琴 邀请医护团体跟卫福部健保署共同讨论 并提出具体建议 在这个急性前端的时候 我们给予他一个比较密集集中的一个治疗 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专师们 他可以就是每日一次危险 那疗程是以七天为上限 访试上限跟支付点数可以按照现行的 居诊计划里面原有的支付码 尤其是那种从急性医院是重症个案 他要回到家里 那些我们都是要很频繁的去访试他 医生一个月可以恰举180人次 护士一个人只能100人次 可是我的个案数以我的照顾来讲 基本上一个个案有可能他需求性量大 而且偏向的服务需求 长遭现在这么需求 你还是限我100人次 我觉得120到130左右差不多 除了访试次数的限制 居家副理需要的衣材跟管路费用 应该有谁负担呢 都是用那个统包的概念 我们已经建议很多次了 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议说 你的胃耗材要另外寄 你不可以帮我用仿饰费用 人家日本就是胃耗材另外分 仿饰归仿饰嘛 居家仿饰费 我们当时成本算出来 以现在的应该要增加三成 我们从108年创会开始 就一直有找立委谈这件事 也有给健保局建议 那最后他是同意给10% 就是一成 当我走到那个193县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很放松 那他就是绿绿的到天 蓝天白云 加上你看到那个隧道的 那个像树木那样的感觉的时候 我会觉得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我今天其实来看他灶口的那个箱口 我肚子的时候我在做评估 还有我在看一下他的评估 就是他的那个负压 有没有就肚子有没有其他东西啦 还有一部分他比较困难是 就医的困难 因为他定期要去做那个肚子密度 出伤检查 因为家里经济状况有困难 那有时候我会帮他 就是可能自己 我自己有时候会掏腰包啦 不然就是找朋友帮忙 出一下那个救护车的钱 就是在他的钱 存案是枫糖浆尿症个案 秀花每个月来寓理看他至少两次以上 几年前秀花的先生也生了一场大病 给了秀花成立居付所的动力 现在先生有空时也一起帮忙跑行程 目前秀花正在进修专科护理相关课程 我觉得护理师在社区 愿意走到社区去做这件事的护理师都不容易 所以我们护理界其实也蛮期待 能够推社区的专科护理师 或是家庭的专科护理师 这是一个是人家国际都是这样做的 台湾的在宅医疗已经走了七八年 护理师投入社区照顾历史更久 随着高龄化的问题加速 从在宅医疗走到在宅住院 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投入 因此推动社区跟家庭专科护理师制度 刻不容款 相关的制度与给付也必须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社区专科护理师或家庭专科护理师 必须经过国家考试 在国外已经行之多年 透过专科护理师与医师共同合作与授权 也能让社区的照顾品质提升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